万安45号演习 花莲县将在7月28号下午的1点半起 全面实施人车管制30分钟 那么花莲县警分局也准备了 国台语、客语、阿美族以及泰鲁格族语的宣导影片 提醒民众尽早调整行程 配合规定避免在炎热正中午时间在外等候 万安45号演习 花莲县将于7月28日下午1点30分 全面实施人车管制30分钟 演习地点涵盖海拔3,150公尺 行政辖区为秀林乡富士村的荷欢山区 花莲县警局为求充分宣导整备 还制作5部国台课、阿美族、泰鲁格族语影片 宣导演习注意事项 提升商亲对防空避难警决心 并熟练紧急疏散避难作为 花莲县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地点470处 包含花莲、吉安、新城、凤林和玉里分局等处 可容纳373,316人 地图置于该局网页和脸书专页 提供QR Code给民众下载查询 或自内政部警政署警政app防空疏散避难专区下载 也可上网Google下载全民国防手册 了解战争来临该怎么处置应变 花莲县警察局长戴重贤表示 届时听到防空警报发布 手机也会收到国家级警报讯息 民众不用惊慌 切勿违反交通规则、配合管制措施 若微翻演习规定经劝导不听 将一名防法第21条、第25条一项两款规定 可处新台币3万元至15万元罚金 还请民众留意 记者长邦彦华联系报导